这七个孩子刚刚在上面的时候 有哭有笑 有恻闹的 这么你一上来之后都嚎啕大哭 你们怎么会有一种这样的超过血缘的感情 就叫的是他们可怜 因为我一口饭吃 我愿意叫孩子们有他们的一口饭吃 但这不是一个镜头啊 那如果以后还有类似于这样的孩子 那怎么办呢 如果愿意上我们这来 我可以还要收聊他们 没有饭吃 我想一切办法也叫我孩子们吃饱 穿暖 刚才这几个小的说 你不让他们出去表演 他们很小 我舍不得 我怕出事把孩子们碰着摔着的 我不放心 您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七个孩子吗 张庄熙和张庄燕 他们是一对丸生兄妹 他们上我们家来的时候 他们才九岁 当时姑娘啊 她不会连辫子都不会输 我给我孩子输辫子 每天输辫子 洗衣服 交替我孩子们做事 起回来她爸爸妈妈 失去没有爸爸妈妈 她姑姑哀求地上 我说送着孩子来就 来着进去就哭 我老板唤我又说 我说你哭什么大妹妹 你怎么意思 我说孩子们要了 我要给你送来 当时呢 来的时候 那孩子就是 很不懂事 王俊霞收起孩子们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如数家珍 生活再艰苦 王俊霞也不忍心 让还未成年的孩子们出去表演 那么今天 她会接受孩子们的告白吗 我说她的行为 感谢观看